刘备率领文武在成都祭奠关羽 祭奠完毕之后 他亲手埋了关羽的衣冠 就在这时刻 忽然接到了洛阳来的探报 探报禀报汉中王 说是江东的孙权 派使臣前往洛阳 接连曹操 这一报 汉中王和所有的这些文武 当时都不哭了 有的人神情很紧张 东吴孙权派使臣到洛阳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他们要联合一处来取西川 军师诸葛亮 马上请汉中王刘备回城中议事 得研究研究对策了 孙权真的派使臣到洛阳了吗 确实派去了 现在曹操在洛阳干什么呢 曹操病了 他是鸡劳成鸡呀 特别是这次 冰柱磨皮 他担了不少的心 关羽关羽关云厂水淹漆军的时候 秦渝进展庞德 曹操精神很紧张 要不怎么说当时他都有千多的心呢 后来好一点 特别是孙权把关羽的手绩给他送来 用这个疑惑之计 他不是给关羽配了一个身子 然后把关羽以王侯之礼给埋葬了吗 埋葬了关羽之后 曹操这个心情一直很不安 他这个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原来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老病根 什么病呢 头疼 叫头风症 是时好时坏 朝点急上点火呀 就早上 这次犯的很重 好一好 坏一坏 比方说 这个病一犯呢 得闹腾十天八天 好了呢 也就好个三两日 总这么反复 你这谁受得了啊 众文武啊 更着急 哎呀 大王要是病得洛阳这儿 回不了许昌这可怎么办呢 使这些人更为担心的 是江东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啊 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往河南这儿进兵啊 这怎么得了啊 都盼着曹操这病早日好了 请了不少的名医 药也没少吃 就是不太见好 曹操心情很烦躁 一听说 孙权前来上表 什么事啊 曹操要亲自过目 他把这表彰拿过来这么一看啊 曹操乐了 孙权这表彰是什么内容啊 劝尽了 他劝曹操称帝当皇上 这个表啊 写得很简单 很明了 写了些什么呀 孙权说 孙权九知天命 以归王上 福王早遣大将 剿灭刘备 扫平两川 沉寂帅群下 那是归降 嘿 曹操手脸 常然一笑 把这表彰 让他手下的文武看了看 然后趴往桌子上一摔 大家一看这个表啊 是惊喜异常啊 特别是那画心 哎呀 坐在那 他都有点坐不住了 咱主公曹操不称帝 还有谁够这资格称帝 主公啊 您就赶快 见谈受善吧 我家主公民啊 公高盖世哦 法董卓驻入中原啊 沙元树灭元绍 秦刘表楚吕布 把这些所有格据的猪头 都叫主公民给打败了 现在敢与您抗衡的只有刘备与孙权了 不过这两个人的气势比起主公民类 那他们也差多了 刘备不过占据着一州 孙权呢 占领着扬州 他们的地方再大也大不过咱们了 现在天下黎民百姓 人性归顺啊 据我们所知 没有一个不称奉主公民的人得的 黎民百姓们说 要没有主公民 如今不知道 得有多少诸侯格据啊 天下就会大乱啊 岂止是现在三分 那就得二十八分 这都是您的功绩 所以百姓们也都希望主公民能称帝 再说 如今汉史气数已尽 这汉朝算完了 当今的汉县帝 名存实亡 不雅于行尸走肉 他和庙里宿的那些泥胎差不多了 那就是个样子了 那么就是说 汉史当灭 曹氏当兴 主公民要上和天意 下顺民心 那您就应该早登大保 和这个一言 那个一语啊 有的啊 站起来了 公这个身 毛这个腰 羊这个脸 瞪这个眼 瞅着曹氏 看那意思 只要曹氏轻轻这么一点头啊 这几位扑通通就得跪在那儿 是山呼万岁 高喊万寿无疆啊 就等着曹氏答应了 只不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他看了看这些大臣 猎公 不必如此 说着曹氏指了指那表彰 此乃是必言而一计 孙权啊 事而予事物 举炉活商业 曹氏说这什么意思 说孙权你这小子没安着好心呢 你要把我曹氏搁在炉子上烤 你想的真不错呀 让我称帝 然后带领着人亡 去打刘备去 哦 合着你偷袭了荆州 杀害了关羽 你没事了 第一次 你就把关羽的人头给我送来 你杀害了关羽 干嘛把人头送到我这儿来 你这是疑惑之计 老夫我没上你的当 哦 合着你孙权 是一计不成 又失二计 跑着劝我成帝来 叫我给你罚刘备去 哦 你干什么呀 你坐在江东那儿看热闹 你这表章写得倒挺客气 说了不少奉承话 可是啊 这里边包藏着很大的祸心 现在谁称帝 谁是造反 名不正 言不顺 你别看眼下汉朝都这模样了 那汉县帝跟百神差不多 他坐在那金鸾宝殿上还不等于一个牌位 但是这牌位还挪不得 你砸了他还不行 起码说眼下不行 曹操不办这种糊涂事 我要是推倒汉县帝 我一登基 这下天下非乱了不可 刘备首先就得来个调民发罪 他能不去江东为他二弟报仇 也得领兵先来打我 这么说吧 叫个人都可以挑出赶旗子来 来讨伐我呀 再又说了 我不称帝 这不更美吗 我可以携天子令诸侯啊 我想罚谁就罚谁 我想去打谁就打谁 我有这块金牌在手里 这我多主动啊 我要称了帝当了皇上啊 我这些权力就全没了 而且还遭到天下人的反对 我能上你孙权这个当吗 曹操可真了不得啊 一眼就把孙权的用心给看穿了 孙权真是这么个目的 他想把这所有的矛盾啊 都集中到曹操这儿来 然后孙权好从中于力啊 要不怎么他那谋士张钊 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将 你们哪儿懂得主公的用心呢 你光听咱们主公孙权称臣了 面子不好看 嗨 他呀 心有大志啊 就是这么回事儿 不过孙权这机油落空了 曹操呢 吩咐他手下的人 要后代来使 诶 中达啊 他把司马仪叫过来 你说应该怎么回复孙权这封信 司马仪看了一看这表彰 冲着曹操一笑 主公啊 您应该加封孙权 他不是称臣吗 他心甘情愿 您就好好封赏封赏他 封赏完了之后 您可以告诉孙权 让他领兵出征 去打西川的刘备 不知主公您意下如何 嘿嘿 曹操点头 中达 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 啊 就按你说的这个吧 曹操当即重赏使臣 表封孙权为标祁将军南昌侯 领荆州墓 让孙权出兵 打刘备去 你这盆菜怎么从江东 给我送来的 我原方不动 再给你端回去 这叫来而不往 非离也 曹操把江东使臣 打发走了 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 想江东 想西川 想天下大事 越想事越多 脑袋越来越乱 折腾了大半宿 坏了 头疼病又犯了 这次犯的比奶回都重 饭也吃不下 水也喝不了 永时把曹操疼疼的呀 都要创头啊 我也可把重文武吓坏了 大王这个病 怎么犯的一次比一次重啊 咱们得去给问问安啊 好多文武大臣 陆陆陆续续的全来探望曹操的病症 他们刚到门口这儿 被曹操的侍臣给拦住了 诸位大人 不能进去了 怎么了 大王刚刚睡着 是吗 那就别惊动了 但愿得让大王多睡一会儿 说着这些文武灭读千宗的 又都退出来了 可谁也不愿意退出来 立刻就走 大家站在这儿想主意 上哪儿去能给大王请一位名医来呢 正在这时候 华欣来了 啊 众位 大王的病体怎么样 刚刚睡着啊 哎呀 华先生 咱们怎么就不能给大王请个名医呢 嘿嘿 华欣听到这儿摆了摆手 诸位快别提了 怎么 这人呢 就是当局者迷 你看看 我本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而且啊 那是当朝最一流的名医啊 可称是神医 可我就把这人给忘了 你说这多可气的 华欣大人 是谁啊 是我的本家呀 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多年就叫情仪深厚 此人信化名陀 自圆化 哎哟 这些文武这么一听 全都来了精神了 哎呀呀 我说华欣 你怎么就不早说呢 可不是吗 他们这儿一嚷嚷 把曹操给惊醒了 曹操问手下人 谁在门外说话 华欣赶忙进来 他到床前问安 说回禀大王 我想起一位名医来 如果把此人请来 医治大王的头疼症 那是要道病除妄 曹操一听 但不知是哪一位神医 哎呀大王 提起此人 那可真是大大有名啊 此位姓化名陀 自圆化 这位先生可了不得 尿手回唇 药道病除 指下国人 起死回生 乃是当今之贬阙 苍公 贬阙 贬阙 姓秦叫秦悦人 是春秋时会的名义啊 苍公呢 父姓淳于 丹字名义 是西汉时代的 一位有名的医生 说这位华佗先生 他要是能来给您看病啊 大王 您哪 病体会立刻痊愈 哦 曹曹听的这会点了点头 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哎 华先生 当初给江东周太医过伤 是不是这位华佗先生 哎 大王正是此人啊 哎呀 我不瞒您说 他那个医道 简直都是神了 您知道广陵太守陈灯吗 曹曹一听 我认识 哎 又一次陈灯啊 得了一个怪病 他满脸痛红 一天是吃喝不下 坐卧不安啊 后来 后来有人给他引药 华佗先生 陈灯啊 就把华先生请了去了 华先生一看陈灯这个病啊 哎呀呀 说是你得亏把我找来了 再晚一步 你有性命之忧啊 说着华先生给他开了一剂药 可是刚要把这药单子给陈灯呢 华先生又把这药单子收回去了 曹曹一听 哦 那这是为什么呢 华先生告诉陈灯 说虽然你服了我这个药 你的病体能够好 但有一样 你这个病还有复发的可能 陈灯当时就问他了 说我得多时日子才能复发呀 华佗先生说三年 三年后病情复发不可就也 到那时候你是准死没活 把陈灯给说笑了 陈灯不信 说行了 华佗先生 您就把方子给我吧 我就照方吃药 我看看我得的到底是个什么病 华先生把这药方给他留下了 陈灯把药服下去之后 就在当天晚上了 您猜怎么着大王 他是连吐三生蛇 把曹曹吓里一跳 陈灯吃完药之后 吐了三生长虫 啊 华欣 你说错了吗 大概是吐了三生虫 对对对 大王 您可是真明见的 华佗先生 是智虫专家呀 都说服他的药 口吐长蛇 不是 不是 是虫子 他家里那墙上啊 挂了好多好多的虫子 哎 曹陀一听我来问你 春灯服完药要好了没有 好了 好可是好了 嘿嘿 果应华佗先生之言呢 整整三年 春灯旧病复发 一命呜呼了 为什么人人都称华佗为神医呢 就是华佗先生看病啊 不但他这一切脉 能说出你的病因 病源和病理 他能断定人的生死哦 您知道 有这么个事情吗 他断梅平 吴日王啊 有一个军例 叫梅平 他因为有病 就辞职回家 走着半路上 天下起雨来了 可巧 路旁有一个庄子 梅平想起来了 说我这有一个朋友 借着避雨呢 我就看看我这朋友得了 梅平和他这朋友 这么一见面呢 试谈了一番 他这朋友就问他 说你怎么会回家了呢 梅平说我有病了 哎呦 这个庄主一听 哎呀 你来的太好了 你看你这避雨多巧啊 华佗先生正住在我的家里 我请他呀 给你看看病吧 这位庄主 就把华佗先生给请出来了 华佗先生见了梅平之后 给他一切卖 华先生摇了摇头 哎呀 将军病已结成啊 结啊 就是你这病啊 得得太牢固了 可惜咱们相见太晚了 医药已经无效 劝军赶快归家 五日必亡 天还没亮 那梅平就走了 敢回到家里 裹不出 华佗先生的断言 正好五天 这位梅平就死在家里了 大王 您说华佗这医术高不高吧 还有一次呢 是我的一个朋友 她的夫人得了病 夫人怀胎有孕 不知为什么 忽然间呢 这夫人就患了重病 就把华佗先生请去了 华佗先生一看 说是 嗨 胎口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 这又怎么得了啊 再要不赶快服药啊 大人的命也没了 华佗先生说着给开了一剂药 果然生下了一个死婴儿 您看看 这个人的医术还了得吗 啊对了 大王 前不久 华佗给关羽关云长治过伤 刮骨疗过毒 您没听说吗 哦 能把此位先生请来吗 能能能 带我亲自去请 要多备厚礼 遵命 华佗先生下来 带领了些个仆人 为了重礼 来到佩国乔郡 请华佗 等他到了华佗先生家里打听 说先生没在家 出去给人看病去了 华欣一听可有点着急了 不知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可说不准 怎么呢 华佗先生给人看病啊 也许去去就回 也许三天五日 也许各月七成 因为华佗先生走到哪儿啊 只要是让老百姓知道了 那就围着他不放 向先生问诊求药啊 有的那穷苦百姓 看完了病没钱抓药 先生还得把钱给垫上 哎呀 华佗先生 对穷苦病人 非常之好啊 华欣知道这些事 他现在着急不是别的 我请不回去华佗 那我怎么向大王交代呀 可是我这趟白跑了 这怎么能行呢 有些人说这么着得了 我在家里这儿等等他吧 可人家也让都没让 都没说您到屋里坐一坐 我怎么在这儿等着呀 华欣一想有了 我离开这儿啊 找个地儿先住下 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如果等不到华佗先生 我再派人私下打听 反正我得把他找着 那么好吧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这是我从洛阳带来了一份博礼 很不成敬意 请您带先生收下 人家这家童啊 说什么也不要 说先生有话 不管谁来送礼 是一概不受啊 华欣一听那没办法了 那我就先在车上拉着他吧 跟您告辞 华欣说完了 有打这庄子这儿出来了 刚一出这庄门 他就听远处里啊 有串铃的声音 完了完了完了 耶 华欣举摸这么一看呢 从远处跑来了一头小毛驴 骑驢的这个人呢 头戴珠冠 身穿扫袍 腰术思涛 背腕倾囊 那小毛驴的驴脖子 挂着一串串铃 跑起来 这哗愣愣直响 华欣不看则已啊 一看呢 他差点喊叫出来 怎么回事呢 嘿嘿 上家找没找着 在这碰上了 骑驢的这位 正是华佗先生 他赶忙 抢前几步啊 哎呀 袁华 还十多 顾袁佛 说着华欣 深食一理 哟 华佗先生 把驴叫住了 上下一打领他 认出来了 是华欣 哦 我当是谁啊 原来是华欣先生 嗯 跟华欣来的那些手下仆人 看了一看 都觉得很奇怪 怎么 我们华欣先生一出洛阳 就跟我们说 他和华佗 如何默逆 哦 那交情深极了 而且还是一家子 你家大户 说的甭提多亲了 现在看华佗呀 对这位华欣先生 并不十分亲近 怎么回事呢 华佗先生这个人啊 他脾气很古怪 你是越有权势 他还是越不巴结 这是其一啊 其二呢 远在十几年前啊 华佗先生 曾和华欣有过交往 后来这么一处啊 华佗教的这个人 人品不怎么样 就觉得华欣这个人啊 很会恶于奉承 华佗先生 不喜欢这样的人 后来听说呀 这华欣 为江东的孙玄 到这个曹操那儿去上表去了 不是华欣上表 找曹操一直找的同缺柴 曹操不是就把他给收留下了吗 收留下华欣之后 华欣很会看风向 顺风扯骑 他生的还挺快 眼下已经成了曹操首席的重臣了 无其华佗先生听说华欣 助纣为虐 持剑逼宫 哎呀 华佗很不得意这个人 所以就一见面了 连做计都没像 这华欣呢 没礼会儿这些 只要我能把你请到洛阳 治好我家大王的病 你对我再冷淡点也行啊 哎呀 华佗先生 好不容易见面啊 我也 他刚要说我干什么来了 话还没说完呢 华佗先生用手往后边一指 又冲着华欣摆了摆手 那意思你别跟我多说了 你看看后边没有 有人追我 啊 华欣举摸这么一看 只见从远处里来了十几匹马 风驰剑撤 为首的是一个牙匠 后边带着几个旗牌 追着跟前来 把马全都勒住了 劈了把那翻身 跳下马来 那牙匠为首过去 拉你去 人分四面 东西南北 就把华佗先生给包围起来 就好像啊 遇到什么要饭了一样 那牙匠把保健这么一横 呵呵呵 华佗先生 我让你跑 你这腿可倒够快的啊 一转眼的功夫踪迹不强了 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啊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 来啊 将华佗上榜 咱们是回府 交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